正宗川位 聲音很深 今天你不是主角 差點 嗨 大家好 我是特勝吃貨二家 今天看我們這個陣仗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啦 今天呢 我們要開箱的是 這是什麼 非常的文青的一包 這是我的好朋友北達公公小館的 那個新開的那個 網路商場的麵 然後它是在家自己煮的 然後它就是這樣一包很文青還有這個食口蛋 然後背後都有字 今天呢 不是業配 就是純粹是幫我好朋友試口味 然後它就寄了一包麵幫我試口味 然後它裡面長的樣子就是 會有說明書 三個說明書 總共附上的三包麵 在這裡 然後還有三包醬料 今天我們總共要吃三種口味 三包醬料 但是我認真說 我覺得 他都認識我了 還給我這麼少的麵 他覺得這樣我吃得飽嗎 下次多一點 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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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不管 我們先來煮麵 就是來幫他試個口味 他說呢 其實這個說明書 等一下 說明書上呢 就是寫得很 清楚 就是 他有說要怎麼用 然後他是說 粗麵煮2.5分鐘 然後細麵煮1.5分鐘 我不知道這是粗麵還是細麵 不管 我就是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太硬的麵 所以我決定一律就把它煮 那個2.5分鐘 滿了 滿了 我把它 我們稍微把它拌開一下 要不要計時了 對對對 然後開始 我是用2分半 開始計時 這個麵看起來好像是手工麵條 麵 麵我們已經分裝完了3碗 就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他煮完跟我想像中差很多 變好大一碗 結果鍋子也太少 然後這個是醬料包 總共有3個口味的醬料包 就是放下去 隔水加熱15秒 這個開始吃了 這是蟹本 我去蟹本看一下 很厲害 看起來很好吃耶 螃蟹的味道 蠻濃郁的 海味十足 其實它調味蠻 蠻夠味的 蠻外省味的 接下來第二個 這個是麻婆皮蛋 我已經看到它很多顆皮蛋了 很多塊 一樣給你吃一口 小編的碗 對 給你一小塊 小編試吃碗 對 你也試吃碗 我已經快飽了 真的飽 我喜歡這個 這好好吃喔 它帶一點點麻醬的味道 嗯 然後它的麻婆味 其實不是很 太強烈 嗯 但它很柔和 皮蛋中和的麻婆的柔和 嗯 這好吃喔 而且我還以為它會辣 其實它不會 完全不辣 嗯 小妙也來看了 帶一點甜甜的味道 看好吃耶 弄起來 嗯 好吃喔 你再喜歡老婆皮蛋的口味 嗯 我還好喜歡 一直吃 你看 最後一個 這我有點害怕耶 窗味麻辣 窗味麻辣 我怕 就怕很辣 我怕會不會很辣 因為你不吃辣 我只能小辣 特生吃貨不吃辣 又又般的辣 嗯 嗯 同樣我也準備了 試吃盤 蠻 蠻吃動的 欸 焦 焦麻味 在拌的時候 就聞到了 就噴發出來的 這很像 這個我覺得是 所有麵裡面最香的 好小妙的試吃 嗯 不管小妙的試吧 但你什麼事你要吃麵呢 來 換我吃 嗯 正宗酸味 正宗酸味 它是 這三碗裡面 最重口味的 它的辣有厚勁 所以它剛剛入口的時候很香 然後過一下它的辣整串出來 辣會噴出來 對 它辣有點厚勁我覺得 是需要你可能吃到中辣的人 比較適合 因為我平常吃小辣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太辣 這很好吃 很好吃 超好吃的耶 好辣 吃到沒有 而且焦麻味很香 很香 沒吃到就生氣嗎 什麼也很生 今天你不是主角 我還是最喜歡這個 我覺得不辣的人 推薦麻果 皮蛋 但愛吃辣的人 蔥味麻辣不錯 對 我覺得蔥味麻辣 它很香 但是我覺得有點 有點辣度 有吃完 吃完 你覺得什麼口味最好吃 我覺得 蔥味麻辣跟麻辣 皮蛋都不錯 但我覺得這把 切粉拌麵 市面上滿少見的 對 它味道很特別 反正我心中的第一名就是麻辣 小店心中的第一名就是 試穿麻辣 沒錯 好啦 今天是我們的開箱試吃 如果你有興趣呢 就是可以去公共小館的 線上購物去訂購 公共一號店 對 然後 另外我覺得他們家餐廳的 全村菜也很好吃 有吃過好吃 就是吃了很多次 推薦 好啦 今天不是業配喔 我們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了 下次見 掰掰